哈囉我是夏米 那今天我們一樣要帶來的是超級選卡的對戰 那帶來幾場九階的對局 那九階的對手我認為大部分都會變得比較強 選卡的套路上會比較完善 然後也比較會有針對的成分存在 在九階以前的話大部分的選卡 我覺得都會選得比較好像沒有在動腦選的感覺 好那這邊我先選 那照我的思路的話這張女皇很強 我是後續如果他沒有選的話我是有可能會選起來 那我先把劍羽選起來 那這邊他拿了兩個消法術所以我必須要拿一個滾筒 那這邊拿一個礦工 礦工算是我覺得我選卡基本上是算必選的一張牌 之前有提過因為他很難真的被針對到 那他也很好去搭配一些套路進攻 那這邊我的劍羽基本上就會留給他的耳棍 如果他後面沒有選什麼牌的話 那基本上因為這個女皇我現在拿起來 那基本上我就會打一個推進 那女皇比較大的話是黃巨套路 那理論上我會拿這個黃巨 那接著就要想配牌要怎麼配 那我看場上的話這張女巫也是非常強的 因為沒有像是大殿或是毒藥這類的法術 那他拿這個火箭基本上我是不會讓他有機會砸的 好那接著輪到我來選牌 那我為了怕 我為了怕他拿了地獄龍來針對我的黃巨 所以我先把地獄龍拿起來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到他的 惡棍小妹是他目前手上唯一的對空 那當我劍羽把他的小妹掃掉之後 那我的地獄龍就會變得非常強 那這邊我為了加速過牌 所以我選一首小骷髏 因為其實黃巨套也 目前選起來的話算是蠻完善的了 那他另外兩張都不是對空的話 基本上我就知道我的地獄龍是無敵的存在 我只要把小妹掃掉的話 那他也沒有其他東西需要我的劍羽 那他的刀割我會用滾銅來解 那就照原先的思路選了這首黃巨 那基本上這一局的話 選卡的策略上就已經贏一半了 那這邊我撐地獄女房了 對那我是沒想到他先手就直接有火箭了 那所以這個被砸也是沒辦法 那這邊我選擇用小浮仙來扛 然後地獄龍來趕快把我這邊的小浮仙擊掉 那地獄龍殘血我就不配合礦光技全進攻了 畢竟他還算有別的東西可以扛 那這邊我跟他同時下了 然後現在我會用礦光來扛他的炮車 不然會進他 那女巫城底下是因為他火箭已經出掉了 那這邊我不打算跟上我的黃巨 這邊就打算讓女巫去送掉 畢竟他還要花費用來解 那這邊就用女皇來解一下就好了 那稍微用高閣來保一下女皇的血量 那這邊他溢了蠻多費用的其實 那他還出兩個東西來解 其實他大可以 他既然要這樣活的話 那他就直接用武神來解就好了 畢竟他武神在那邊我也不敢開技能 好那地獄龍記得不要承認一下 不然他火箭的話 基本上是有辦法砸到的 那這邊我選擇直接進去把小片掃掉 那基本上我們第二段就是 一直在那邊無限取出 好女巫稍微出個反路 騙他一點費用 那看這個血量的話我直接小虎來解釋他 他基本上法術也跟不上 那這邊一樣 我差不多的位置出地獄 他的火箭也是來不通的 那我出的位置基本上都有刻意避開火箭 那這邊我就必須要打了 因為再不打的話我時間上 會來不太急 這邊要注意少的位置不要超到火箭 不然已經會很貴啦 那這波稍微再保一下我們的女王 那這波稍微再保一下我們的女王 拿進行把他的東西吃掉 那他這樣處基本上就是 欠我鑑魚或是滾桶啦 那我選擇省費用滾桶來解釋一下就好了 那這邊地獄龍再來吸 那基本上地獄龍算是蠻客氣不深的 畢竟他沒有辦法不會這樣傷害 那他這個卡褲是稍微 稍微摸一點血 但是基本上這個地獄龍他接不掉的情況下 然後也沒到地獄 那這邊我選擇劍魚直接少掉 讓我的礦工還可以再輸出一下 那基本上就已經又到了一個 劍魚怎麼打線了 那這邊我選擇礦工直接少去 整個殺就好了 那基本上他也是沒有牌抓了 好那這一場就是 我個人認為那個地獄龍選的算是蠻正確的 基本上把小妹掃掉之後 他看到我那個地獄龍基本上 他就應該要再選個對空來克制 或者是有別的克制手段 不然的話那個地獄龍基本上是太無敵了 好那看到第二場也是一個類似的 那也是帶了礦工黃巨女皇這種套路 那這次換對面先選 那這場上有大殿 那也有女皇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先拿大殿 那再拿女皇 那再來就看他怎麼選 那他拿火球的話 我就基本上會先拿大殿了 那這邊的選擇是拿個女皇跟毒藥 因為我認為他應該不會想要把火球大殿卡在手上 那這也是一個思路 但保險的話是可以直接拿大殿 那對面選擇了兩張群傷 那他兩張群傷下去的話 基本上我的珠珠就不考慮了 這邊我把大殿跟礦工拿下來 那避免他來針對我的女皇 那珠珠不考慮的情況下 那我目前這個帶牌的話 我會跟上一局的思路一樣 可能會再拿個黃巨 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但還要看對面是怎麼選的 那對面果然他為了避免珠珠被克制 所以他直接把兩張群傷拿下來 也是合理的選牌 那接著拿了一個金甲 那基本上他這個打法的話 那我這些小喳喳 我基本上是都不會拿了 因為他三張牌都可以完全克制到我的小喳喳 那他這個珠珠 我在思考要怎麼樣 我這邊先拿一首箭語 避免他拿的喳喳我不好解 那再來我要想這個珠珠 我要怎麼打 如果有炸彈塔的話 我基本上會拿炸彈塔 但沒有的話 我就在想 我既然是個黃巨是個推進 那我是不是配個火法 也還算是可以 畢竟場上面有什麼女巫這種牌 那尤其場上有個雪球 我拿喳喳的話 他可能就會拿雪球 那我乾脆想說 不然我就用火法來解 那他毒藥的話也 炸不死火法 那火法也算是 還可以配合我的推進 還算不錯 那他這樣子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我的劍羽會綁定他的飛桶 那再來就要思考說 他這個專利機我要怎麼解 那我這邊想法是專利機用刀割來解 那之後就要拿 我本來就想拿的黃巨 那對面最後一首是什麼 就比較關鍵了 好那最後對面拿了個綠巨人 其實我們兩個的選卡到現在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專利機我其實沒有到非常好解 而同時我的 而同時我的黃巨他也沒有非常好解 我們兩邊其實算是 都客氣到對面 都不好解對面的牌 那這個牌序我只能先過個 等過個刀割來守 算是出了蠻多費用來解的 那這邊我打算不要浪費這個魔王 就直接打一波了 反正他的牌序本來就 他的牌本來就不好解我的 那這波我只能囤點費用 只能活法出來 不然我沒有更好的解法 那這邊瓦技還是要解 所以就直接進行解 也不虧 那這個女皇還可以射個兩下 還不錯 那這個活法 我沒想到他會完全賣掉 我以為他還會除非來解 那早知道他這樣出的話 我應該就直接跟框框講 那你可以看到 我這樣解 而且我一定要解這個綠竟 不然我會收太多血 但是我的劍與弓都過不出來 那導致我這一波就中傷害 那同時我黃巨過去也給他一波 很大的傷害 所以基本上我們兩邊 他是都克制到對 那我的牌的費用偏大 尤其其實我這個大墊一直卡在手上 我沒什麼好機會出 所以整張我是為了防止我的女皇 被克制所以拿這個大墊 但這個大墊我完全沒有任何作用 那這邊我選擇不防守 因為這波我沒有好牌可以防守 那所以就直接跟他換塔 這波換塔其實我不會 因為我直接把他拿掉 那這邊我選擇礦工再稍微來防守一下 因為基本上這個是有可能要拚三星的 那我的礎塔受太多傷害的話也不太好 但這礦工防守就變得說我這個火把慢點過出來 那導致說我的礦工受了蠻大的傷害 那其實這樣想想那個礦工應該不防 應該直接拿去進攻或者是 就留下來防守就好了 好那這邊刀哥 照原先節奏來防守 那順便給他進攻 然後再防禁魚然後直接掃掉 那這樣就是我喜歡的節奏 好那邊刀哥來防一下飛桶 在這邊我不需要再打進攻 不然時間上會很緊 那基本上我這個火把措施 我也再逼他一個措施 那可以看到默默的我的刀哥 就打得很像傷害 所以我們兩邊其實是一個 換血的打法 就看誰打得比較好 那他用一樣的套路 用綠巨人然後轉力 但他這個費用進攻其實太大了 那我的防具是來的比較直接的 他的DPS就是沒有高DPS 可以來接我的防具 所以這個對局 我覺得我算是稍微賺一點佔優的 但還是看操作了 好那來到第三局 那第三局我就不是再選黃具的這邊 我用個巨人套路 那我先選我就先把這個火球選下來 因為小電車算是防守蠻強的一張卡 那火球先選的話他就不好拿小電車 那甚至我自己也可以拿小電車 那這就是火球跟毒藥的選擇上 那再來就看他要怎麼拿 那他拿了一首武僧 武僧的話在這個對局上並沒有 非常強勢 因為並沒有女皇或者是三槍手 火槍手這類的東西 那這邊他拿了一首加龍炮 不知道是想針對什麼 那這邊我把劍魚也選上來 然後也拿了一首黑王 那這邊我就在想說我到底要怎麼搭配 那場上有雙王跟胖子的話 我個人認為胖雙王是個不錯的牌組 那接著因為沒有大電 所以女巫也是我有可能會拿的牌 就算他拿了毒藥也無所謂 那這邊他既然選了小電車 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火球是可以完美針對到的 所以他選小電車無關痛 那這邊我就是照慣例先把女巫選下來 那我認為劍魚在我手上 所以我也把三艙也選下來 他也不好解 那這邊他可能是想針對我一首三艙 所以他用了兵法 但其實並沒有說非常的克制 那這邊他還是選了一首毒藥 打算來針對我的女巫 那這邊我剩下兩張牌 基本上已經卡定是王子跟胖子 那這邊就要思考 因為我不可能 我最後一張是我候選 所以我胖子一定不會嫌漏 避免他來針對我 那這邊就要先選一張 我最後選一選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好帶 比如說火槍手什麼的後排 所以我就選了乾脆我來加速過牌 那我就帶來一張火鬥 因為目前對面的牌組 我是沒有感覺到什麼特別 我需要來針對他的部分 那這個黃巨我想想 他看到我王子敢出黃巨 那也是蠻有勇氣的 那對面又出了一首精銳 那這首精銳的話 我認為算是 我胖子比較不好對付這張卡 但是還算能打 那我們就來看一場 看一下這一場打起來如何 那我的火球是一定會留給他小電車 不會去砸兵法的 那這邊他這樣出的話 我當然就是女優層體跟他對 那他有毒藥就跟他毒 那其實他這個打法我就比較看不懂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要直接送一隻黃巨過來 那他甚至都不把我的銀子毒掉 那他兵法這個位置的話 他基本上才能夠 我身上直接吃掉 那他這時候才賭一個防守毒藥 我認為是 沒有這個必要 直接連我的塔一起賭 那他這個毒藥賭下來之後 好他這樣的話 還是臨時露出來收了黑王 但是我的胖子 已經把他的卡錘扮做他了 那結果黑王又敲了一下 專爆 然後 那我們這邊是差不多平費 然後我直接領先他了2000塔血 所以他第一步就打得非常奇怪 他應該要直接把我的女巫毒掉 那我們剛好同時下 那我這邊 算是滿費才下 所以我有足夠的費用擠出這隻王子 那這邊因為小電車分開 所以我就不砸了 那我認為還是能把小電車擠掉 那同時我可以佈他費用來做我的下一波進攻 那其實他解的不是很好 那被迫他要交了一個兵法 那這一波的排序當然就是我直接打一個胖子家三艘 他就是無敵的排序 那這邊我知道他會用 降龍泡水趕快黑王來喬 那再補個三艘 那就算是有預判到他 那這邊我等他五升被排掉之後 打算再補個火兜或是 如果垂掉的話就行 好那這一波就是不再做進攻了 那這邊直接 又入個火兜去升塔 那同時我打算 灌他升塔 那這邊就是一個防守細節了 我選擇的是黑王先來小風小電車 那可是三艘要避開他毒藥範圍 然後再用火兜兜拉承一下 那讓我傷害最小化 那同時我的左路進攻非常的兇 那這邊就來個真正的雙王子進攻 就是劍羽掃一下 然後來個三王子進攻 那再補上三艘 那基本上對面的壓力 這已經是給到最好 然後BP他一個兵法 那這邊直接是火球跟劍羽的殘殘線 就直接把他帶走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選卡策略上我認為是蠻正確的 那我們最後再來做總檢討 好那再來是最後一場 那這個是用的是一個三槍卡組 那我在選卡時候 通常會玩我自己 比較熟悉的套路 比如說什麼連弩就是 我認為我是絕對不會去選擇的 那其餘套路我都還算是 偏熟悉 所以還算是有卡 只要是好搭配的我就能夠選 那這邊我拿一手火球 主要是那個飛行器 我認為是不好解的東西 那甚至我自己也可以拿起來 那對面理所當然就選了一手毒藥 那現在的人 現在這個階段的對手的話 通常就 比較知道選法術的重要性了 不太會讓你把重要法術都全部選起來 那對面拿個滾筒的話 我可能就會想要拿個劍羽 那這邊我的選擇是我看到 場面上的三槍的搭配牌 還算蠻多的 那我打算優先選起來 避免我 在進行分推的時候 我會沒有牌可以分推 那因為場面上的話 三槍我認為是蠻強勢的 因為毒藥的話 毒藥並不算到非常克制 因為我最後一手想要拿個水罐 那我要讓他 毒我的水罐或毒我的牆 讓他二選一 那水罐這幫牌 因為場面上 有地震的關係 所以我基本上會是最後這樣才選的 那我不會讓他去針對到我的水罐 不然的話我的三槍 如果是發揮不出來 那這一場就是會直接輸掉 那我直接把飛機拿起來 那選了一手冰人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話 我的分推套路就基本上成型了 之所以不選攻城槌 是因為攻城槌的話 在像這個牌面上有小皮卡 那算是蠻容易被針對到的 小皮大皮 那如果讓他選走的話 那我這一波基本上是 就是比較容易送掉 所以我認為乾脆就選個冰人去頂就好 那有礦工的話當然是礦工更好 那對面直接拿了一手劍雨跟公主 怕我去針對到他 那基本上我是不太怕他這個公主的 那這邊我就不演了 我直接把他三槍拿起來 因為他也無法針對我的三槍 那這邊又到了 這個關鍵時刻 到底要選什麼牌去做搭配 那這邊我選了加速來過牌 因為畢竟三槍算是 算是費用偏重的卡組 所以我加速我的過牌 那最後一張就是水罐 那他也不會想到我最後一張要帶水罐 所以他也沒選地震 那其實他應該要想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水罐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那這邊直接正常對牌 那我就要直接有水罐就蓋水罐了 那這邊就是一個正常的拉扯解牌 你看到這個飛機非常無敵啊 這邊我稍微一了點費 但沒有關係 這邊我火球進捷者 我就打算進捷 那因為砸這顆火球的關係 就是剛好截掉 不用再補牌 那斜小路蓋水罐 那看他要怎麼樣進攻 我們都可以冰人 冰人或小骨頭拉扯 很簡單 那他毒水罐就是我們下三槍的好時機 好 那三槍很重要就是看對面的出牌在水晶 我們要如何補我們的進攻牌 那這一波的話 基本上就這樣算了 因為我的火箱已經不要塔了 所以左路算是打出了不錯的傷害 那公主我們直接用飛機解 避免他用小皮來做擋的動作 那這邊就直接小皮給他衝 然後飛機慢慢解 那賣一點塔蟹無所謂 畢竟 左路算是塔蟹比較低的 那我們賣個紅軍血 那我們繼續蓋我們水罐 那必他毒藥 那這邊就直接賣這個火豆了 無所謂 那這邊很重要一點是 有的人 在打三槍的同時 他看到對面這樣子橋頭公主 他可能就會馬上黑王或是橋步拒絕 但這樣的話我們的節奏會亂掉 那真正好的三槍打法是 我們不要讓對面的 任何的POTA行為 所以講到我們彈去 那可以看到這一波 我橋夫就已經彈進去了 那基本上就算是莫名其妙 因為對面基本上就是 三槍就是很賺費的東西 那讓對面不好接你三槍的情況下的話 你怎麼打 基本上就夠幫他打進去 那對面一樣 都要毒藥水罐 那毒藥水罐就是 我毒三槍的好石技 尤其我一直 會保持讓水罐 留在血多的那一路 所以他這樣毒的話 基本上他也 並沒有貪到什麼塔險 好你可以看到我都是橋頭 中間這樣輸飛機 那基本上這個飛機無限輸出 是接不掉的 好那飛機鎖塔 那我發現飛機基本上 這可以直接斬草 就直接斬草帶走 而且可以看到我這邊 又還蓋了一個水罐 基本上我的飛機是大領先塔 好那我們總結一下這四場對局 那這一場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 因為他只有一個毒藥 那所以我直接水罐加三槍 他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解的 尤其那個飛機就是他完全解不掉的存在 其他卡牌到已經是還好了 就是 其他卡已經不是至關重要 主要是這個水罐三槍加這個飛機 那形成一個無敵的鐵三角 讓他解不掉 那再來就是這個 胖子算王卡組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這場王子帶的很好 那其餘的話還有這場火球 針對到他的 針對到他的小電車 所以他小電車其實根本就不該選 因為我有火球的情況下 他選這個只是送掉 因為我還有可能會順便找到塔 撐到他的塔上 所以基本上對面選火球的情況下 這手小電車 你乾脆就讓給對面 你自己選來 其實你只卡一張手牌而已 沒有必要 那所以這邊算是 還好並沒有什麼特別太客製的地方 純粹除了那個小電車以外 那再來這一場的話就是 我認為兩邊都選得很好 基本上是我不好守他的 專利機還有飛桶 那他也不好守我的黃巨 那最後這一場黃巨的話 是這個地獄龍跟這個萬劍太重要 就是萬劍把二棍小妹掃掉之後 這個地獄龍就無敵了 那基本上 對面 讓我選到這個地獄龍 他應該還要 想辦法再選個對空 而不是選個什麼 刀割武神 這種完全沒有辦法解地獄龍的東西 好 那這邊的對局講解就到這邊 好我是蝦米 大家掰掰 掰掰